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我是音音 今天邀请到轮源投顾分析师林志龙,王哥你好 音音你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中美贸易战不只是中国这边频频遭到封杀 连美国它自己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从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投资人该怎么看呢? 是的,先前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说 中美贸易战会打非常久,会打延长战 在过去跟美国跟日本打了将近20年 何况中国大陆目前是全球经济第二大的国家 所以中美贸易战会持续打下去 有可能到我可能已经六七十岁了 退休了,还在打 对,中美贸易还在打 这个打下去其实对双方两个国家都不会是太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新公布的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目前是逼近尾缩的状态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路的往下滑 每个月都是呈现一个衰退的形形 这边已经来到了快尾缩的状态 那我们这边要去留意一下 这边很多企业因为中美贸易不确定性 这边他们的信心已经开始疲弱 所以他们这边也没有意愿去大肆的采购 这边扩张他们的企业规模 那这边我们就要去开始留意一下 这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这边已经开始萎缩了 那接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服务业 所以这个后续我们要去持续留意一下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因为这个全球经济会因为中美贸易持续先入衰退 那最明显我们再来看一下费半的走势 那费半走势这波跌幅修正了将近20%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制裁华为 那华为需要很多半导体技术 都是在美国掌握在手中 所以这波费半修正了相当严重 那费半又跟我们台湾加盈指数有相关的 因为我们台湾加盈指数有很多个股 都是半导体类股 那加盈指数成分股最重的也是半导体类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这几天的修正 最主要是因为这些半导体个股 比如说像台积电或是3711的日月光 这边要开始做修正 所以我们后续要去留意一下 这费半什么时候会开始止跌 那这边空头结构形成之后 你这边不要去期待说 这边会马上走一个密准 又开始往上去走 这边我们要去观察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落底 但是不要轻易尝试去强短 我们落底之后再观察一下 结构是不是开始做扭转了 那再来我们来提供两个指标 让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美国公债值率跟美元指数 那事实上这两个指标 我们在过去常常跟大家提醒 这样的指标会很重要 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原油大跌 原油是中错了6% 那短短两天已经是跌了将近10% 我们先跟大家讲 原油如果持续上涨的话 会影响到通膨 那通膨压力来了之后 费的这边要不要升息 这边还有降息的空间吗 那我们也跟大家讲 这个川普不是笨蛋 当油价来到65块 他也知道通膨会带来压力 这边川普一直要费的降息 那这边油价一直涨上来 他根本也不可能让油价太嚣张 所以这边不断的对OPEC施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是跌幅10% 年代的通膨压力稍微减轻之后 费的这边又有降息的想象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公债值率昨天是破底的 那这区间盘结果破底的时候 这边你就要留意一下 这在年初的时候 这殖利率倒挂的情形 会不会再次产生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他已经跌破年初的一个低点 那这边就要去留意一下 殖利率倒挂会不会再次产生 那我们先也跟大家讲 殖利率倒挂它是一个良性肿瘤 它并不会马上产生影响 我们要实时观察它一下 再来我们看到殖利率往下走 那看到美元指数 在昨天是有创新高 创新高之后 结果凡中收盘的时候 是小小的拉回 那这边美元小小拉回的话 我们今天就要观察一下 新台币的汇率走势 到底能不能止稳 如果新台币这边还是持续走扁的话 那这边外资这边还是会像讨烂一样 一直卖超股票 这边是加速逃乱 所以这边这两个指标 中哥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加权指数目前的一个方向 这边中哥跟大家讲 在前天的时候 大盘试图要往上攻击的时候 这边成交量却是萎缩的 但是昨天却是带量下沙 那带量下沙跌破了5月14号的低点 中哥认为跌破这个低点之后 行情就是准备要往下回车 之前5月13跟5月14 就像是一个中继站一样 中继站反复扩底 希望它能过高之后 一开始开始能重新回转 但是这边没办法过高 那这边反而是跌破了区间的低点 你就要开始小心 行情会不会开始回车前波低点 那这边的行情回车前波低点 这边的任何反弹你要做什么事 这边你要去检视一下 你手上有哪些个股 可以趁反弹的时候赶快去卖出 因为这边你再去留多单的话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行情往下的话 你只是看着你亏损持续扩大 这边你要去检视一下 盘面上反弹上来 有哪些个股反弹预压 我们可以去做放空的 因为接下来M的右边是最精彩一段 M的右边就是主跌段 这边的主跌段到来 到时候这些个股的空单会非常有漏 那这种也有接到很多投资朋友 朋友说这种哥说这边我不会放空 我应该怎么去放空 或者说这边放空没有卷 我该怎么去参与空投行情 这些问题没关系 赶快来找这种哥 这种哥会一一帮大家做解答 谢谢 是谢谢龙哥的分析 更多最新消息以及选顾策略 欢迎加入龙哥赖群组 财经及时通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给您看看 一个小小小小的保护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